《丝绸之路》是不同阶段里 商贸 交通 文化交流通道的集合 在中国西南的横断山脉 有一条鲜为人知的民族走廊 思路甘孜就源于此 纵观不同历史时期 这段走廊以古蜀道 南丝绸之路 唐波古道 茶马古道 国道三腰气线之名 共同构成思路大通道上的启程转合 四川省甘孜州则是其中的重要枢纽 建造记忆 唐卡绘制 藏刀锻造 石刻信仰 刁板印刷 溜溜调 藏戏传唱 踢踏舞步 锅庄表演 民族融合过程中 传承下的秘境秘意 形成了如今甘孜州G317段 珍贵的飞仪传承 小帝国庁新后 嘉宾 秀阳从西亚本身上 小帝国家主家 我们有一个中国庁这种 要是不吴趣的 想民族 鸣能赴国 辞鸣能赴国 这首耳熟能详的康顶情歌 改变自康顶溜溜调 是世界十大情歌之一 康顶溜溜调 因其歌词称词 用溜溜二字而得名 溜溜调就是一个国的国门 不讲溜溜的话就唱不起字 唱个啥子歌就加个溜溜 就是跑马溜溜的山上 或者唱起来来呀 唱起来来呀呀 它这个有多种多样的唱法 在山市奇异的跑马山上 在人头传动的情歌广场 在奔奔不息的康顶河边 康顶多民族文化交融与音乐 所带来的情感共鸣随处可见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扎根在血液中 流淌在新田间 与曲目多变的溜溜调相比 位于康顶的甘孜州博物馆内的虎皮帐篷 彰显着空前绝后的霸气 这张呈蒙古包样式的帐篷 由一百张糊皮制造而成 边乡有水塔皮 熊皮 豹皮 海背等装饰 也是世界唯一的真品 再沿着国道317线西行 熊猫大道红白相间的建筑鲜艳夺目 这是道福县独有的藏式民居 崩科 崩科就在四大锅里面都有崩科 傲标就在它的一个掐口 水某之间 它也可以独立成一个小房间 它里面是平行的 外面的话是圆形的话 它石脚方面看起来也是很好看 道福县处于咸水河断裂带上 地震活动频繁 地震很大的情况下的话 上面的木头是倒塌了 它里面还有很多空间 而且它又可以把四个锅撑起来 就是一个建立墙 又起这个作用 兴隆县作为甘孜州的杜崎 位于地势险郡的亚龙江河谷 兴隆波日桥横跨在峡谷之上 建于原末明初 是保存年代最久 保存最完整 跨度最大的 深壁式木石制结构桥 圆湖桥墩 整齐桥台 飞壮桥身 最原始的木损结构 搭建出最结实的 康巴第一桥 卢霍县 被誉为唐卡之乡 在卢霍 几乎每个家庭都挂有唐卡 关于朗卡节的传说 人们更是如属家贞 人们更是如属家贞 约赖 人们更是如属家贞 人们更是属家贞 与其他人生存 人们更是属家贞 人们更是属家贞 不属家贞 要是属家贞 分之属家贞 我们再次双警 一场生命的修行 造就出万人倾倒的画风 银寸之间容纳万千 朗卡结唐卡 将藏族历史文化 浓缩在绸缎之上 半寸之间异象世界 德格印经院 将信仰与敬畏 镌刻在刁板之中 明永乐年间 由铜印板模印制的 丹珠尔 丹珠尔进入设葬地区 翻开了当地印刷技术的飞业 德格印经院 因完整保留雕板印刷工艺 而被称为中国刁板印刷的活化石 康区这一块的话 我们主要是以锐香囊毒的根须 来做这个藏旨的原材料 那么说到这个锐香囊毒的话 它首先它也是入藏药的 含有轻微的毒性 它有着防虫柱啊 鼠咬啊 有这样的久藏不坏的这个工序 所以说咱们的藏旨 如果不故意地把它像这样撕坏的话 保存一千年以上是完全没有问题 一般的状态 我已经在彻底下 即使是这个艺术的 如果是这个艺术的 是什么艺术的 因为我还有一种趟的 人生就在那种艺术的 但是我还有一种趟的 这种艺术的 这种艺术的 一天呐給了一天 廢藏 桑桑 甚至一天 寒架 出色后一天 寒架 至少一天 寒架 一天 寒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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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印经书的每个环节 都包含了参与者们 无尽的心血与虔诚的信仰 德格印经院 用木鱼纸 构筑出出不朽的传奇 顺着赠区河顺流而上 这里是格萨尔王的兵器库 白玉县河颇巷 藏道一人重塑着金属器具的外形 乃至灵魂 白玉丰厚的历史文化 随着一次次敲打 融进了一把把精美的藏道中 白玉人征服金属已有一千多年 而在石渠 手工与石头的相遇 则可追溯到更久之前 石渠县又被称为石刻王国 在美丽的扎西塔草原上 人民的心愿 在甘孜州的土地上 人们对格萨尔史诗的传承 并不局限于史诗说唱 坐落在甘孜的格萨尔王城 塑造出历史的隧道 微风凛凛的格萨尔雕像 定格入英雄的贫校 唐卡 石刻 纪念馆 以及格萨尔藏系等 各种艺术形式与史诗说唱 共同构成格萨尔史诗的活泰传承 上世纪八十年代 格萨尔王传被成功融入藏系表演中 色达格萨尔藏系由此诞生 演员的一领一笑一举一动 都牵动着观众们的心 不知不觉进入了格萨尔王动态的世界 能歌善舞的藏族人民 擅长用歌舞来表达内心的情感 其中甘孜梯踏和珍达锅庄 可称为代表 甘孜梯踏踏源于西藏堆斜 经民间艺人加工后成为藏族踢踏舞 主要动作是脚掌与脚跟的交替踏地搓地 舞步充满跳跃性 欢快豪爽 节奏鲜明 即环有序 形势不拘一格 表演不限人数 表演者在脚和腰部挂上响铃 增添音响色彩 是一种非常自由的舞蹈形式 市区珍达锅庄 从最初的农忙后庆祝丰收的仪式 发展为现在大型活动必备的节目 已有百年历史 增达锅庄为大型集体舞 男子舒展奔放 女子刚中有柔 节奏张弛有度 极具艺术感染力 人们甩着长长的水秀 买着动感十足的舞步 在美丽的大草原上 尽情展现喜悦 密文 密传 密记 密树 在这里滋生发展 解构着川西密境 生态神奇之美 文态神秘之美 心态神庙之美 早就独一无二的思路甘孜 千百年来 古老的雪域高原 始终昂首矗立在西南大地 此时此刻 神秘的川西密境 已然翘首以盼 向我们打开大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